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单元来看一下 唯独记忆体第一部分 mascaron跟prone 学习目标跟大纲 第一个 唯独记忆体rom mascaron pron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rom rom称之为唯独记忆体 它是由read only memory 所组成的三个字 它的第一个字母书组成的 它可以永久或半永久的 储存资料 所以我们称它具有非揮发性 也就是说 当电源关闭之后 人保有原来的资料 除非我们透过外力 比如说高电压 或是其他特殊方式 比如说 造纸外线 才可以把内部的资料清除掉 甚至可以再重新写入新的资料 甚至可以再重新写入新的资料进去 rom大多用在所谓的储存系统程式 或者是需要永久保存的资料 可是它在读写时间会比我们介绍过的随机存取的记忆体来的慢 像我们电脑开机过程当中的BIOS 这就是BIOS的这个画面 那你看它一开机 它怎么知道说 你的电脑的规格是3.2GB 你的这个DDR的RAM呢 有多少GIGA 有多大的这个容量 你的电脑是I9 这个第十二代 这些呢 都必须要透过所谓的这个预设的程式 所以它必须要透过一个永久能够记录的系统程式 来去运作它开机所需要的一些程序 好 那接下来画面看到就是几种不同的BIOS 它会用的这种IC 因为它的特性是 透过硬体来储存软体程式 以达到硬体电路的功能 也就是说这个硬体不是被设计成死的 它的这个硬体电路不是被写死的 它可以去重新改写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特性介在软体跟硬体中间 所以我们又称它叫做韧体 Firmware RAM可以用双载子BJT或单载子MOS的技术去制造 使用MOS的技术制造的好处是可以做成 E-Prom跟Double E-Prom 可以让我们的RAM重新去规划 所谓规划就是清除掉然后重新写入 会让它比较方便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家族这个 RAM的这个家族呢 有分成所谓的双载子跟单载子 那双载子可以拿来做成 所谓的MASC-RAM跟Prom 那MOS的话呢 MASC-RAM Prom E-Prom Double E-Prom都可以 那我们来分类一下 双载子电晶体的RAM具有高存取速度 但是它消耗功率比较大 成本就比较高一些 第二个 那如果是MOS制程的RAM呢 存取速度会比较慢 但是呢 它的这个机体电路的密度会比较高一些 那杂讯抑制能力也会比较高 当然它消耗功率会比较低 成本相对比较低 那这时候就要看消费者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界呢 对我们这颗RAM有什么样的需求 来去选择 没有说谁比较好 所以我们去做几个不同特性的比较 如果我们要针对它 是否有比较快的存取速度 那当然我们会选择双载子 那其他的请同学自行参阅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RAM里面的第一个类型 叫MASC-RAM 我们都知道储存媒体里面 要将程式或者是资料储存 都必须透过0101的二位元 二进位资料 那怎么去把这个储存的位元 储存成1呢 又怎么去把这个储存的位元 储存成0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高电位的资源线 就是我们讲位置线 连接到这个储存格的积极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电晶体是导通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位元线 也是资料线 它就是处于所谓的高电位的状态 那就代表我们的内部储存资料叫做1 那如何把它储存资料变成是0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是这个高电位的资源线 没有连接到这个储存格的积极时 这时候呢 我们电晶体是不导通的 所以呢 就我们的基本电学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个资料线是低电位 因为它跟下面这个电阻连接在一起 因为没有导通 所以呢 它跟我们的D是同样的 这个低准位 这时候我们的0 就是内部储存的资料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ROM的读取 假设我们的资料 记忆体结构是16乘上8 先前讲到记忆体 知道什么叫做16乘上8 16乘上8就是 它有16个位置 每个位置都有8个bit的空间 那因为有16个位置 所以它必须要有4条资料线 A3到A0 才可以去 16个位置 那假设位置解码为2 所以呢 它只能读取该列8bit的这个资料 因为我们A3到A0是0010 所以呢 我们能够读的就只有 这个位置解码器解码完 0到15属于2的那个位置 如果储存的资料为1 电晶体导通 那么输出的资料就是1 如果储存的资料是0 那电晶体不导通 输出资料就是0 这刚才在前两页解释过了 我们透过它的这个高电位 位置线 有没有让积极通电 达到我们的这个电晶体是否导通 来决定我们储存资料是0 还是1 好 那MaskROM是由IC制作厂直接大量制造 制造完成之后呢 资料就固定了 使用者不能更改 也就是说 它在一开始就已经把这个VCC的线 确认接上或是没接上 所以呢 它的0101的资料 已经在制作过程当中就已经确定了 所以我们使用者只能读取 不能更改 那这个MaskROM就来自于机体电路制成的名词 代表它在光刻过程当中 以光照 也就是MaskROM 遮住晶片某一些区域 好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VCC的这条线呢 有没有接上 那因为它不需要提供写入资料的功用 所以它电路结构很简单 而且可以大量生产制造 所以成本相对就比较便宜 那么PROAM呢 PROAM叫做可规划式唯独记忆体 所以它叫Programable ROM 它用熔断可融性接线 就是Fusible Link的方式 达成规划ROM的记忆资料的目的 但是呢 ROM可以提供使用者 按照他所想要的规划 记忆资料 但只能规划一次 好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保险丝 目前这个状态呢 是处于导通状态 所以呢我们的ROM上面呢 就可以借由上面的这个保险师 稍断或保留来表示它 储存资料的零或一 如果稍断了 它没有跟上面的这个电晶体 产生导通的作用 所以呢它会直接跟 这个接地有相同的电位 那它所具有的这个资料形式就是零 那如果说它是导通的 也就是这个融丝没有稍断 这代表它跟上面的这个电晶体 是保持导通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蓝色这条这个资料线呢 所呈现的状态就是高电位的状态 也就是一 所以我们这个右边的这个图说呢 是用来解释 当稍断的时候呢 它会跟这个零福特是等电位的 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资料 就是零 那稍断过程是不可逆的 所以一旦稍断 我们确认我们规划过的这个结果呢 是不可逆的 稍断就稍断了 它就是零的 没有稍断它是一 那我们可以继续把它稍断 但是它稍断之后 它就变成零的状态 那PRO在规划之后 没有办法清除之调 或是在规划 常见的可融接线技术呢 有金属接线 细接线 还有PN接面的三种 规划过程当中 你会先选定位置之后 送入足够的电流流过 然后去把这个可融性接线熔断 最后我们来看小节 唯独记忆体具有 背灰发现的这个性质 除非透过高电压 或紫外线照射 才可以把内部的资料清除掉 双载子电晶体ROM 具有高存取速度 那MOS ROM的电路密度比较高 杂讯抑制能力比较强 低功耗 低成本 MASKROM呢 以电晶体积极 是否连接高电位 决定电晶体是否导通 如果导通 它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1 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料 储存内容是1 那未导通就是0 MASKROM的电晶体处于 持续导通状态 而以电晶体设计 是否连接终端电阻 来决定设计电压 连接 那就代表我们的融丝没有烧断 代表是1 那未连接 就代表我们融丝把它烧断了 这所代表资料内容呢 就是0 这单元先到这边 告一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